歡迎收看WebDVH大麻煩 廣播大明星 你好我是朱浩仁 我是Brandon 今天再次邀請到Brandon來到我們的節目 當我們的駕駛員 駕駛員 對對對 Brandon 我跟你講 我最近就是有看到你很會唱歌 所以你有沒有打算要跟我一起合唱 搞不好哦 我要跟OneFamily的老闆談一下 真的 他的老闆娘呢 就是今天的主角的 老公 老婆啊 所以今天的大來賓咧 是一個我覺得多重身份 對 除了說是歌手之外呢 也是插畫家 對 然後在現實生活中呢 是一個超級大好人 真的嗎 奶爸 OK 我覺得他好像就在前面了 目標人物出現了 奶爸 黃爸 歡迎我們的奶爸 歡迎奶爸唱歌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黃偉爾 剛剛推出新書嘛對不對 是啊 布 這內容是在講 太太在懷二胎的時候的故事 真的想問一下 黃爸 你現在的身份到底是 唱畫家還是歌手還是奶爸呢 其實最 enjoy 的應該是當奶爸 當奶爸 data 因為當奶爸的那個他是因為有小孩 然後才成立了這個奶爸的身份 OK 我覺得黃爸現在就多重身份了 那我覺得現在還是要以一首歌來告訴大家 我是歌星 來來來 唱歌 對你而生 要你喜歡 你不喜歡 這一首歌還是給你的 給你的 嚇到我了 因為他唱到高潮的時候 他的那個 什麼 塞米熱才點撞到隔壁的車 沒有啦 有 差一點點撞到 這首歌的歌詞 它有一個部分是講完手機的 我覺得很好啊 可是那個寫實啊 可是他們會覺得白痴 因為他們喜歡看風花雪月啊 就比如說你可能有一首歌 愛情的話 我傳真的一首情書給你 沒有Feel的 不能夠用FaxD的 我E-mail了我的愛給你 也不可以的 有一些人會覺得不能夠融入任何科技的東西 不能的 可是 我覺得如果說你把歌詞寫得比較貼近自己的生活 那不是分頭嗎 當然 我覺得是啊 老婆是高層 那 你會不會有壓力 哦 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啊 其實 回到家 他就不是高層 你才是高層 對啊 回到家 回到家的高層 是野獸嗎 回到家是 孩子是高層 我們都是低層 如果你要問到尖銳一點的話 老婆賺的錢比我多 可是 我賺多少錢 我有什麼 我一定要告訴你 對 好啦 我覺得我們現在要回到去 黃威爾的 愛與不愛的時代 但愛與不愛 一樣讓人心痛 我們都無話可說 如果多少快樂 就有多少痛都在糾摺 哦 愛與不愛一樣讓人心痛 不要鬆開我的手 不是走到最後 也許還沒最後 不要帶走 哦 你的天 哦 真的 我去唱K-Fone 唱了多少次啊 真的 很棒 是哦 我等一下板碎都靠你們了 那現在你已經有兩個孩子了 那你的孩子有沒有給你靈感啊 有一個父親的視角去看他們 我要怎樣去表演這個東西 因為兩個孩子都是摩羯座的小朋友 哦 是哦 兩個都是 OK 所以我都有找我今週的歌手 或者是音樂人 我要去Dilemma一下 去 衡量一下 結果我在給兒子的歌 我就選了 用Rap的部分 因為兒子給我的感覺比較活潑 那我們來一下囉 這首歌叫 羊羊 羊羊 歡迎來到這個世界 你的感覺感覺一切 一笑一笑 哎呦 這一眨眼 小小手掌 小小心跳 谁不喜欢 马上就会知道 慢慢想想 才决定要不要 若是你要飞翔 我会变成你的翅膀 别倒不必慌张 你有你的方向 若是你要流浪 海洋山穿 带你观赏 宝贝 精彩的曲床 当我牵着你的手 一步一步弄额头 你长大了我就放手 我要我要牵着你的手 一步一步一步到处走 我到了你也放手 所以我们要来演唱这首歌 杨阳送给你的儿子的歌 对 那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个环节 最后了 已经 你一定会很期待 我们最后是要去买东西吃的 我们确实是去餐厅 可是你要做的任务就是 跟一个宝贝 让他笑很开心地跟你合照 削一张 我觉得有困难 为什么 因为不是自己的爱情 好 困不困难 我们马上去看一下 我们马上去看一下 哈啰 可以喔 可以坐下来吗 可以吗 可以吗 不可以啊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可以 一下子而已 好像吗 好像卖东西你给他们的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他叫Patrick 你咧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哈 不好意思讲 你好 你好 我叫黄威尔 你好吗 好 我可以跟你拍一张照片吗 这里这里 一二三笑 我可以跟你一起照片吗 我过去哈 太远了 你要走啦 我现在走了咯 我可以跟你一起照片吗 可以吗 可以吗 所以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咯 你看他最后变成这样子 恭喜黄威尔挑战一半成功啦 一半失败啊 一半失败 你觉得怎么样整个过程 其实刚才那个小女孩 她应该是要睡觉了 要睡觉啊 OK 我有的小孩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家的小孩是这样 儿子的现阶段是这样 刚才那一幕就可以看到 真的是 我觉得黄威尔就是一个 很有耐心教导孩子的一个好爸爸 对 暖霸 对 暖霸 暖霸 希望所有的网民呢 like and share 我们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告诉你的朋友 非常谢谢黄威尔来到我们 Webdivision网罗大明星啦 在这里面 就是希望大家去支持黄威尔的新书 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两个不用你送喔 我们自己掏腰包 跟你买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 这个叫 威尔的奶爸热记 耶 那我们下一集见喔 拜拜 拜拜 拜拜